彰化县西湖镇清洁队日前在队长张家珍的带领下 前往花莲市清洁队环保示范园区进行参访交流 而市长魏佳燕以及清洁队同仁也表达热烈的欢迎 双方除了互相自证伴手里也一同合影留念 希望透过互相学习 一起为环保永续垃圾减量的目标来努力 就是张家珍张队长 彰化县西湖镇清洁队一行六十人 日前在队长张家珍的带领下 前往花莲市清洁队环保示范园区进行参访交流 而市长魏佳燕及清洁队同仁也表达热烈欢迎 那其实真的很感谢大概在四年前 那时候当议员三年前是当议员的时候 也承蒙张队长的照顾 让我在花莲县有机会讲解黑水盟的这个部分 那也造就了很多人就是有了解这一个区块的部分 也要谢谢张队长 那真的很谢谢他 也到了张望他很细心的为我讲解 那其实前几天我们也传给某部队长 我说有机会要设立一下黑水盟的这个专区 那也希望说借此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们 了解到黑水盟这个部分 西湖镇人口数有五万四千多人 每天产出大约有37.8吨的废弃物 近来也有建制清洁队部的需求 虽然人口规模不及花莲市 但也希望透过实际参访了解各地方的环保作为 那我们当然是教学乡长 在环保方面我们也是属于精益求精 当然来到我们的一个环联士行为队 他们的相关的一个环保工作做得都非常的好 那我们也因此来 沿途跑来这边来做一个取经以及学习的一个动作 那近期来环保部也都持续在推动 这个黑水盟的一个区画的一个方法 它是一个多稳区画的一个一项 那刚好我们卫市长在时任议员的时候 就多次来到我们那边来做一个学术上的一个交流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一个交流的方式 那我们的黑水盟让更多的清洁队来学习 投入更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区画方式 虽然各地清洁队的业务大同小异 但在执行上还是会因地质疑 如何调配能力来将垃圾处理工作效率最大化 是各乡镇市清洁队最重视的课题 记者 许立晴 华联士报导